战狼二结束后,吴京一家也算是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,就算吴京不再拍摄电影,想防奔红的间也至少可以够他们一家花上一辈子。 在家养伤的吴京也渐渐的变得富太起来,完全就是一副肥狼的模样,作为吴京的妻子谢南,也并不例外如今,也是有生意变成了暖洋洋,吴京如今变成一副肥狼模样,确实变得异常难看,和电影里的他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,但是他的妻子谢南变肥了,确实变得漂亮了许多,甚至是和吴京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。 谢南胖起来了有一种富太美,让他显得更加的高贵典雅,身为主持人的他更是会成为观众们关注的焦点所在。 如今变肥的谢南再配上一身黄色的礼服,简直不要太美,事业性也变得更加的突出,一头短发风采依旧,还是一副老练的模样,变肥的他也是有和柳妍正美斗艳的资本。 黄色长裙下显得特别有亮,完全就轻松超越了徐东东柳妍等知名女星,果然因了网友中间称起来真好看。 那句话,用在谢南身上就再适合不过,在没看没变胖的谢南时,永远不知道,他要是变胖了也有多美。 最终还是要感谢战狼二的五十六亿票房,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丑的吴京,还让我们看到了更美的谢南,能取得谢南这么美这么优秀的妻子。 吴京这辈子也是相当的值得,不仅吴京猛掌,而且谢南还摇身一变成暖洋洋,不得不感叹吴京家的伙食真好。 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谢南,只有中间撑起来的他才是最美的,真心羡慕吴京可以找到一个那么优秀的妻子,不仅是夜上能够帮助吴京突破难怪,而且生活上对吴京还是无微不至的照顾,希望他俩可以一直那么恩爱下去。